第一天,我从土地里爬出来 我是一只婴儿点狱长 这时候我的爸爸过来了 你听着,你现在就要跟我走吗 你拥有着非常特殊的能力 我和我爸爸开始私奔的时候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熔岩坑 一位强大的枯萎之主出现了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传说中会变形的点狱长 我需要你的力量帮助我统治世界 突然我爸爸变成了一条神龙 对着枯萎之主发射强大的声波伤害 但这是上帝,拥有强大的力量 我的父亲也打不过他 我的儿子,你现在就必须要离开这里了 多远滚多远,卑鄙的枯萎之主使用黑魔法 将我父亲黑化 父亲开始向我发射声波 以我现在的形态肯定必死无疑的 所以我变成了一只坚守豹子 这让我的速度大大提升 第二天,我后面有一个可怕的枯萎之主正在追逐 我用最快的速度将枯萎之主甩了半条街 突然这时候出现很多枯萎寻生手了 他们向我发出猛烈的进攻了 但是我并不想伤害他们 肯定是被控制的 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直到我来到了一个山洞 我用出强大的技能将上面的石头都击落下来 这下应该没事了 外面真的太危险了 突然我后面传来爆炸声 黑化父亲怎么找到我的 我父亲开始施法召唤出强大的冲击波 面对这种强大的技能 我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到了第三天,我竟然没有死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在我前面有一个巨大的金字塔 无论前方有什么危险我都要进去看看 当我走进金字塔的时候 只发现了一个图腾 我将它吸收后突然变形态了 变成一只坚守蝙蝠 多了五个心脏 没想到图腾竟然是解开我力量的钥匙 突然发出剧烈的爆炸 一只长相可怕的枯萎怪物找上我 四到五天 这个怪物比较强 幸好我变成蝙蝠了 可以轻松躲避它的所有伤害 我试图用声波回击它 这也太肉了 我得离开这个地方 前面有一扇紫色的大门 不过也没什么出路了 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去 进来后我发现这里到处都充满熔岩 就在这时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一个幽灵 它双手拉着我的屁股 试图将我拉下熔岩里把我融化 我感到无比的火热 但是我又动不了了 谁来救救我呀 突然来了一只火凤凰帮我进攻了幽灵 你跟在我后面 我带你出去 六到七天 火凤凰带我来到了一个安全的山洞 我叫大鸟 很高兴认识你 而且我还知道你的父亲 我可以帮你寻找下一处图腾 太感谢你了 图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你跟我走吧 前方的纪念碑好像有图腾 我跟着大鸟一起来到了纪念碑里面 确实有图腾 到我靠近的时候突然画成了一张地图 里面写着必须找到续空宝藏才能得到图腾 大事不好了 有敌人过来了 你赶紧去找图腾 我来拖住他们 是枯萎寻生守卫 你一定要坚持住 等我拿到图腾一定会来救你的 八到九天 我开始追踪宝藏的位置 地图带我来到一个火山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沉船 我在周围搜索一番 发现了一个白宝箱 将它拿走后 有两个恶魂说宝箱是它的 并且利用火球砸在我的身上 我用蝙蝠形态飞在天空中 接着再变成坚守Boss形态 一脚就将它们两个给踩点 就在这时来了一艘大船 我们是来认领宝箱的 这个Boss肯定拿走我们的东西 大家快抓住它 面对大量的金发妹的围楼 我来不及切换形态逃跑了 十到十二天 我超 醒来后我被关在了一个金色的铁铁 我切换成坚守Boss 必用强大的鹰爆瞬间摧毁铁笼子 这些金发妹跟疯了一样 我往下面走寻找我的白宝箱 白宝箱我看到了 就在前面 突然它们的船长拦截我的前进 面对身后的金发妹 我不得不反击了 你们不要扛我了 它们的速度真的太快 这时我注意到旁边的炸药 我用最快的速度将它们都点燃 强大的爆炸伤害 瞬间炸毁船的天空 我又再次掉在人连河里 十三到十五天 我只剩下两个半的心脏 我四处观察 他妈的摆宝箱去哪了 原来你在这样 可让我担心死你了 当我想要拿的时候 那些金发妹竟然没有塞 你个臭属神快离我的宝箱远地 怎么可能 宝箱可是我找到的 我打开宝箱后发现图腾 利用图腾我可以变成坚守鳄鱼了 多了五个心脏 来吧 让我们公平一站 我可以释放强大的电流 况且这里是水下 我可以将这电流发挥到极致 金发妹根本扛不住我的伤害 将它们击杀后 我得离开这地方了 通过紫色的大门 我来到了海底深处 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给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发现枯萎之主了 他正在捕捞一些守护者 你们在这里只会发霉 都成为我的奴隶吧 面对枯萎黑魔法 守护者也难逃一劫 他只要一生命令 这些黑暗守护者就过来抓我了 我意识到事情的不妙 赶紧扭头就走 但是黑暗守护者早已在我的前面了 那你就尝尝我的电流吧 对付你我是不会怕的 全体成员听令 那边有动静 快去支援他 遵命 19到22天 我被大量的枯萎守护者追赶 都不怕死是吧 我回身发射大量的电弧 试图将他们电麻 但是又有一大批的守护过来 在跑跑的过程中 我发现有一处高强 我可以利用这个视野盲 去躲避他们 他们果然没有看到我 越游越忍了 环顾四周 我发现身后有一扇巨大的门 当我靠近石门突然消失了 山脚下突然变成了熔岩块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太突然 我深深地被吸引 在海底深处我与水流搏斗 水流还是太强了 把我冲到一个狭窄的地方 23到26年 我进入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穴 实在是太黑了 不过我可以利用天生的光芒 这是每一个寻生守卫都拥有的技能 我继续往里面伸出走 利用定位技能 好像探测到一个强大的生物 糟糕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铺位坚守者 我直接向他发出电脑 老子电死你个臭傻逼 这里还有很多他的小逼 在这里发射激光 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不利的 不过他的状态也被我打了 或许我可以拼一拼 我释放一道又一道的闪电进攻他的头 最终远古枯萎守卫者被我杀了 前面就是出口 我再也不想来海底 我变成蝙蝠形态 看到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城堡 去看看会有什么惊喜 来到地上我切换成点狱掌形态进去 我猜得不错 里面有我想要的图腾 这种图腾都喜欢隐藏在城堡内部 当我想要拿的时候 一只巨大的嗅探兽阻止我 这只远古秀探兽似乎很愤怒 但我也并没有做错任何 27到30天 他向我发起动机了 再这么下去我会被击中的 所以我切换成蝙蝠形态 我利用自身的速骨成功绕开了声波攻击 利用我自身的技能去还击他 他的防御力高的下落 我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啊 我只是过来拿图腾的 我切换成豹子狠狠地降落水 我的蛋蛋被枯萎之主的人偷走了 所以把你当作敌人来看他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了 你放心吧 我和枯萎之主是敌对 你丢失了几个蛋蛋了 总共有三只 我现在已经老了 走不动了 如果你能找回来 我愿意把图腾交给你 我答应了秀探兽 准备前往森林寻找蛋蛋了 这时我注意到天空中的大鸟 我觉得它有很大的嫌疑 31到34天 我跟随大鸟来到它的鸟窝中 我猜得果然没错 它把秀探兽妈妈的蛋当作自己的了 我化成蝙蝠形态与它打交道 大鸟先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 那个蛋不属于你的 你想干什么 别想动我蛋的主意 大鸟有点生气的攻击物 以它的攻击物法对我造成伤害 离我的蛋窝远一点 别在这里 该怎么办呢 我注意到下面的小鸡了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将小鸡击杀后获得鸡蛋 趁着大鸟不在我将秀探兽的蛋拿走了 将鸡蛋放入鸟窝中 这才是你需要的 鸟妈妈回来后竟然没察觉到 准备去寻找第二颗蛋 我经过了一条小路 好巧不及 我看到枯萎守卫者 我倒要看看它想干什么 我化成鳄鱼潜入海洋中 35到38天 我一路跟踪水部者 它还在这里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方 我抄 那里有一颗锈探蛋 这颗蛋该如何做才更美味呢 不好 它想要吃蛋蛋 我用最快的速度 从它后面释放出强大的电流 它根本反应不过来 我直接将蛋拿走了 我的动静引来了一只更大的原古守卫者 我并不是挡过它 只是不想浪费时间而已 下面好像有一处开关 看看这个开关有什么效果 将它打开后 一个巨大的铁轮子 将守卫者关起来了 这是令我没想过的 只剩下一颗了 看看这个森林里面能不能找得到 当我走在树上的时候看到蛋蛋 39到42天 我变成最快陆地生物豹的形态 我以为很顺利地将它得到 突然冒出一个野生猴子将我的蛋抢走 你这串猴子快把它帮给我 它的速度很快 并且还能跳好远 看来这是一个喜欢偷别人东西的猴子 还他妈追是吧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我被狡猾的猴子阴了一波 但这并不影响我的速度 我利用超声光波击中猴子 猴哥直接掉下来了 快把它交给我 否则我将你杀掉 这次就算你狠 猴哥扔下蛋直接溜走了 我拿着三颗蛋蛋回来找秀探兽妈妈 这是你的蛋 你刚好三颗 我攻击了你还愿意帮助我 我真的被你赶工 图腾就送你了 里面拥有秀探兽的远古力量 我满怀期待地跑过去收集图腾 我变成坚守秀探兽 这简直太酷了 我也拥有顶级的防御能力 秀探兽妈妈将三颗蛋蛋放在门口 突花 三只可爱的小宝贝出生了 我替它们感到高兴 这一切还多亏有你 43到46天 秀探兽拥有独特的探宝 它们可以闻到图腾在哪里 接着它们开挖了 难道说里面会有图腾 可能吧 我们的感觉不会错的 我了个擦 没想到这里隐藏了一个入口 这都能被你们发现 你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突然冲出来很多远古扑龙士兵 它们都在里面封印很久了 所以连太阳都不怕 我变成秀探兽拥有火焰的能力 对付它们简直是太容易了 不过它们的数量有点多 换成蝙蝠的话 我已经早就没血了 我这可是强壮的秀探兽 你们是打不死我的 很快我将它们都打倒了 下面肯定隐藏着巨大的威胁 你们就不要跟着我了 那好吧 你注意安全 47到50天 我继续往里面探索 不停地向前面走 发现前面已经被堵住了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里周围肯定还有地方突破的 我用出强大的阴道击穿围墙 我进入新的通道了 突然一只巨大的野兽出现 这不是变形坚守者吗 我要将你抓给我的上帝骷髅之主 野兽向我跳过来 我用出最快的速度拉开了 我试图用火焰将它击败 它的黑魔法并不强大 所以这只野兽 我可以很轻松地就把它给干掉 身后突然又冒出很多骷髅士兵 我真不想跟它们打 我得走了 51到54天 在这个地下室里 我已经快走到尽头 我找到图腾了 它就在前面 但是必须要甩掉这群畜生 我将上面的沙子击落下来 堵住它们的去路 这下可能没人阻止我能拿图腾了 突然一个黑布溜秋的东西落了下来 你好 我是变种人 你能滚开吗 我只是来拿图腾的 快给我停下 图腾是属于我的 谁也不能拿走 除非你能给我办一件事 是什么事啊 变种人使用传送技能带我离开了 55到58天 它带我来到了挖掘现场 秀探兽探索能力很强 你帮我找到恐龙化石 并且将它们拼起来给我 那么我愿意把图腾送你 祝你好运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简单 我用鼻子很快就闻到了 这里有恐龙的味道 朝着下面挖就没错了 我挖着挖着不小心 找到了小恐龙的避难所 一个臭处伤 为什么破坏我的家 小恐龙对我发起猛烈的进攻 它们的攻击伤害高 攻速快 再这样下去 我会被打死的 我只能用出火焰给它们温暖一下 并且发出我的阴暴技能 瞬间清理了一些小恐龙 其他的小恐龙见状赶紧开溜了 原来化石都被它们搬进这里了 难怪变种人找不到 我就知道你能帮我找出来 你的表现很不错 59到62天 变种人召唤了一个白色板块 你把恐龙化石搬运在这里 并且将它拼好 我按照它的要求做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拼 只能凭想象出来了 我化成一只蝙蝠 这样我的效率能够大大提升 经过我的不断努力 恐龙化石不小心被我拼好了 怎么样 可以把图腾交给我了吧 那个我可以不给吗 我只是说说嘴影一下而已 你是傻逼吗 突然地面发出地震 天空突然变成红色了 无数颗陨石开始降落在地面 63到66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变成豹子形态 躲避所有的陨石伤害 由于陨石的原因 对面有一群牛被困在下面了 牛老哥需要我的帮助 我为他们添加安全的方块 牛老哥迅速跑来我这边了 要是稍微慢一点 可能就要被炸成牛排 这时候变种人也过来了 你太让我感动了 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好的生物 我决定把图腾交给你了 我将图腾吸收后 可以变成坚守恐龙了 加了五个心脏 哇塞 我的大英雄可真帅 原来你需要这个东西 才能完成进化 我知道哪里还有图腾 那太好了 你们带我去拿图腾吧 67到70天 奶牛说有一个狼仔 是他的朋友 他知道图腾藏在哪里 就在这时候枯萎之主找到了我 原来你躲在这里 害得我找得你很辛苦 你会跟你爸爸一样的下场 他利用锋利的爪子 进攻我的时候 被我变形堵地了 等我收集最后一个图腾我就消灭了 随后枯萎之主使用强大的非能量 将这群牛变成枯萎牛了 这真是太糟糕了 我并不想伤害他们 我只能逃了 突然一只狼仔叫我往这边跑 那正是老牛的朋友 71到74天 我们都跑得很快 快过来这边 就这样 我们躲避了枯萎牛的追击 他们变成这样都怪我了 这并不怪你 枯萎之主想要统治整个世界 很多狼族都被困在洞穴里 而我要做的就是帮助你收集图腾了 我跟着狼仔走到一个巨大的洞穴里 图腾就隐藏在这个地方 你就在外面等着我 我去拿走图腾 这时候一只狼人出现 他一直守在这里 75到78天 狼人来打我了 我向他发射音爆伤害 我可以来回切换不停的形态 来应付各种不同的局面 有很多枯萎狼也出来了 他们将我团团围住 79到82天 这他妈真的太多了 都给老子通通去死吧 这群畜生不停地往我身上爬 我感到无比的难受 我发出强大的音爆将他们震飞 但是他们太难缠了 我只剩下四颗心脏 我想起来还有恐龙形态 我直接一脚就将这群杂种消灭了 还剩下你这只狼人也给我下地狱吧 我不停地用锋利的牙齿咬他 并且放出强大的爆炸声波 狼人也被我消灭了 有很多的狼仔被我解救 我吸收图腾后可以变成狼人形态 加了五个心脏 拥有非常强大的爪子 突然有一个巨大的身影向我飞驳 这正是我的爸爸 他并没有攻击我 而是选择进攻狼组 83到86天 我的父亲像个弱者一样欺负弱势群体 但是我又不舍得将我爸爸击杀 只能先躲着他的伤害 我变成蝙蝠发出强大的阴暴进攻我的父亲 接着再变成豹子形态 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活我的父亲的 传说中有一个坚守者铠甲 或许他可以救活你的父亲 这是地图 所以你他妈带着你的地图离开你父亲 就不会攻击狼组了 87到90天 我来到了目的地 前方有很多的熔岩围着一个高高的塔 当我准备走过去的时候 一个手拿镰刀骑着马的管理者过来 想要去那边让我看看你是否具备这个实力 我直接变成恐龙 强大的压迫感瞬间把这傻逼吓跑了 没用的东西 还拖老子的时间 91到93天 在这个高塔上方有一个坚守者铠甲 他拥有纯净的力量 火化身蝙蝠飞上来 一只火凤凰试图骚扰我 他将我撞进熔岩河了 我愤怒的化身成为鳄鱼准备将他吃掉 但是这只火凤凰也不傻 这时候我的父亲跟没有脑子一样向我冲过来 触发了铠甲某种力量进入了一个幻境 94到96天 我这是在哪里 我的父亲正在被关进一个大铁笼子 突然一个三头龙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是铠甲里面的考验官 如果你能击败我的话将会复活你的父亲 如果失败了那么你的父亲将永远留在这个幻境中 97到98天 三头龙向我释放黑暗魔法 被我利用强大的爪子声波击退了 这一战我绝不能输 我不仅要救我的爸爸 我还要拯救整个世界 我先把我的父亲救了出来 就在这时候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不停地发射出强大的声波进攻三头龙 经过我的努力 这傻屌终于倒下了 幻境消失后 我看到爸爸的皮肤变成了之前的模样 我的儿子做得很棒 现在你将继承爸爸的神龙形态 爸爸将最后一颗图腾扔给了 我变成强大的神龙了 加了十个心脏 可以释放出强大的寻生魔法激光炮 第99天 我来到枯萎之主的领地 这一次我将主动找你来报仇 枯萎之主你在哪里 快给老子死出来 这时候突然冒出很多走狗 你们来得正好 让你们尝尝我的寻生魔法激光炮的厉害 我只需要一个技能就将它们团灭了 一个长得非常抽象的怪物出现了 这正是在金子塔里袭击我的那一 它用出强大的爪子拍了我一下 我受到了枯萎诅咒 生命不断地减少 我发出神圣的神龙吐息 强大的激光炮将枯萎击腿 接着靠近它来了一个爆炸 我迅速切换成鳄鱼形态落在水中 释放出强大的电流将枯萎变成傻逼 接着我再变成绣炭兽 释放出无尽的能量炮 反正这种变形不需要消耗了 而且还是无CD的 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最后我在飞向高空中 使用寻生魔法激光炮将枯萎杀了 我继续向里面内部飞去 第一百天 枯萎之主准备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 它还抓走了很多魔法凋零寻生手腕 我可是上帝 我就不信你能将我怎么样 只要我将你击败那么这个世界上我将无敌了 那你就试试看吧 我的头向它撞了上去 并且发出强大的神龙声波 枯萎之主最强大的还是它的黑魔法 可以将别人变成它的能力 单凭攻击力的话 它压根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变身成为苦龙 利用尖尖的牙齿咬它的身体 接着我再变成狼人形态 用出强大的爪子进攻它 枯萎之主试图用黑魔法将我黑化 但是我收集了所有的涂头 黑魔法在我面前已经无用了 经过一番的激烈打斗后 我注意到被关在笼子里的兄弟们 它们都在为我喊加油 我再一次变回强大的神龙 飞在天空中对准枯萎之主 使用寻生魔法激光炮 该死的枯萎之主终究还是被我杀掉 凋零守卫变成普通的坚守者 所有被黑化的动物将得到是否 当你成为了史蒂夫 并意外掌握了众多的元素之力 在我的世界你会做什么呢 第一天 我直接降生在了一座高塔上 埃利克斯正站在我的面前 看到我出现之后 他立即慌张地向我说道 HIM已经回来了 他将会用自己的方式重塑住世界 而我要做的就是尽快掌握所有的元素之力 以此来阻止他 还没来得及追问 突然天空骤变 在一阵电闪雷鸣之下 HIM也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看到我之后 他就表示那些元素之力都是属于他的 他将会用它们来重塑这个世界 说吧就直接用基岩将埃利克斯关了起来 我气不过 直接朝他扔出了一个火球 但这也更加激怒了他 只见HIM召唤了一股巨大的能量 直接炸毁了高塔 而我也因此掉落到了水石中 侥幸活了下来 但上岸之后 一个小黑突然朝我跑了过来 还来不及言语 他就被HIM直接残杀了 实力的巨大落差让我根根就无从反击 在他的狂风乱炸下 我也只能被迫逃离了这里 第二天 我开始探索这个世界 但在我路过一处平原时 却发现这一片地域十分的奇怪 等我朝着周围看去 才发现这里竟然还耸立着一座悬空的建筑 而也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玩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他声称自己叫凯 是原始玩家之一 而当他一看到我身上的颜色 就表示我完了 说罢就直接对我发起了袭击 虽然还没搞懂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但我也意识到他似乎是HIM的手下 简单交手之后 我也利用闪电成功击败了他 在第三天 我探索了悬在空中的神庙 在一楼我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东西 但深入到神庙的地下室后 从这里的箱子中 我收获了一整套的石器装备 随即又发现了一本日记 经过研读 我发现这竟然是这个神庙的主人留下的 上面记载了 元素是用于维持整个世界平衡所 或缺不了的物质 而现在HIM试图掌握这种力量 实施他可怕的阴谋 带着更多的疑惑我离开了这里 在寻找真相的途中 我路过了一个村子 村民看到我的样子都十分的惊奇 连连表示我终于回来了 村民告诉我 HIM已经主宰这个世界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有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我的出现将可以彻底解救他们 随即村民还表示 除我之外 还有很多原始玩家 他们拥有着比其他生物更强大的力量 虽然他们大多数都站在我这一边 但其中也有人听从这HIM的命令 听着村民的话语 我也因此了解了一些目前的局势情况 随即我又从村民这里获得了一些食物 然后就利用在神庙获得的材料 在村子附近搭建了一栋房子 作为我的安身之地 之后我又从村民这里得知了关于神庙主人的去向 他似乎逃到了一处洞穴中 休息了一夜后 在第五天 我就来到了村民所说的洞穴 刚一进入内部 一个巨大的骷髅怪物就突然出现了 一看到我 他就立即给我发起了攻击 随即还召唤出了很多的骷髅小怪对我 虽然小怪的数量很多 但幸好我掌握了很多的元素之力 在技能的不断覆盖下 这才将它们一一解决 战斗结束后 我也花费时间收集了一些铁块 将武器和装备都进行了升级 随着继续深入洞穴 我也来到了一扇大门前 利用闪电之力 我成功激活了门口的机关 打开了大门 走进内部后 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急剧生机 而我也成功找到了神庙的主人 经过交谈 我得知他叫萨拉 是闪电族的领导者 而在我的要求下 他也同意将会指导我如何掌控闪电之力 但在这之前 我必须独自前往闪电山获得元素铠甲 以此来更好的控制元素之力 在第七天 我成功来到了闪电山 顾名思义这里周围全是闪电 虽然在途中我曾被闪电击中了 但我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 反而觉得体内的力量变得更加充沛了 等到爬上山顶后 我也在基座上成功获得了元素铠甲 刚一穿戴好 我就获得了五颗新的血量加成 但与此同时 我发现自己似乎被控制了 我陷入到了一段回忆之中 我这才得知 原来埃利克斯一直都是我的伙伴 我们曾一起携手阻止HIM 虽然我目前还没有想起后面的事情 但我发誓我一定要从HIM手中将他救出来 在下山的路上 我再一次碰到了铠 我发现这一次他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 简单交手之后 他就召唤出了一个分身 两者之间默契地呈现包围姿势准备将我拿下 但他们的战斗力对我而言还是太弱了 很快我就手持铁剑击杀了凯特分身 同时我也召唤闪电准备彻底干掉他 但奈何他还是逃得太快了 在第九天到第十天里 我回到了洞穴 但却看到HIM也找到了这里 我看到他正在跟萨拉交手 我企图上前帮忙 但却被一股力量推了出去 而萨拉也根本不是HIM的对手 很快就被干掉了 随即他又在我的面前直接吸收了萨拉的力量 他没有对我痛下杀手 而是扬言自己将会找到命令方款 然后彻底毁了我 并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重塑所有的一切 虽然我很愤怒 但奈何现在的我实力还是太弱 只能离开了这里 在第十一天到第十二天里 我失落地朝着基地赶去 经过战斗 我也意识到如果我想干掉HIM 就必须要尽快熟练地掌握自己拥有的元素之力才行 等走到房子前 一道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声称自己叫衣服 也是原始玩家之一 当得知我再次出现的消息后 他就匆匆找到了这里 说吧他就表示希望我能够收留他 需要帮手的我立即就同意了下来 并在一旁为他重新搭建了一栋住所 在第十三天到第十四天里 一大早我就找到了衣服 询问他对元素之力究竟了解多少 同时在哪里可以找到元素之力的掌控者 但他却表示大多数的部落都已经解散了 不过他知道一处火足的藏身地 让我可以去碰碰运气 说吧还仍给了我一张地图 告别他之后 我也立即就展开了行动 但没走一会儿 一堵围墙突然就拦住了我的去路 随着不断变道 越来越多的围墙凭空出现了 逼迫着我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 虽然深感情况不妙 但面对这种情况我根本就束手无策 最终我被逼上了一座山头 站在悬崖边 突然随着一道亮光闪过 一群人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经过短暂的交谈 我得知领头的人叫阿里 是黑木不死军团中的一员 他们还声称今天就是我的末日 说吧 突然就掏出一把钻石剑 直接朝着我劈砍了过来 一时之间我反应不及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击 我就被阿里击下了悬崖 晕死了过去 而同时我也突然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我看到自己和埃利克斯在一处陌生地狱 正跟拥有着元素之力的黑木交战 我们似乎根本就不是黑木的对手 在他的不断攻击下 我们很快就败下了阵来 之后 我就看到黑木冲向了指令方块 我企图想看清后续 但也就在这时 我却毫无征兆地醒了过来 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知道后续的事情 就必须要救出埃利克斯才行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后续真相的人了 但在这之前 我也必须变得更加强大才行 在第17天到第18天里 我来到了火族的藏身地 但这里似乎曾发生过一场大战 所见之处很多地方都被摧毁了 果然等我靠近后 就看到这里遗留下了很多骷髅的尸体 毫无疑问这肯定是黑木干的 走进房子内看到的也是同样的一幕 但与此同时 一个火族的成员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我连忙询问他是否就是火族的首领 他告诉我自己叫泰拉 是火族最后的幸存者 他们的首领在跟黑木军团交战时 就已经牺牲了 得知情况后 我请求他能够训练我 让我掌控火之元素的力量 用意对抗黑木 但他一听到我的话 就表现得十分愤怒 扬言他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掌握火族的力量 随即更是直接用火球将我击飞 然后离开了这里 但我却并未死心 连忙就跟了上去 跟着泰拉我来到了一处墓顶 在一个墓碑前我看到了他 我发现他正在祭拜自己的父亲 而我也趁机上前 再次向他讲述了我的墓顶 希望他能帮助我一起对抗黑木 在我不断的劝说和真挚的请求下 泰拉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跟着他我们重新回到了房子前 为了让他能够更加信任我 我也收集了一些材料 将房子重新进行了修缮 在第21天到第23天里 一大早泰拉就对我展开了训练 经过他一整天的细心指导 我也成功发射出了更加强力的火球 之后他又带我来到了一个破碎的金字塔 在这里的大厅我看到了一本书籍 上面记载了一些关于命令方块的信息 声称只有拥有所有元素的人 才能够激活命令方块 训练结束后 我也回到了基地 衣服见我已经掌握了火制元素 也是十分的开心 而我也趁机收集了很多的铁块 完成了我的台甲 因为我准备要去救出埃利克斯了 从衣服口中得知了黑的基地后 我立即就展开了行动 但没想到还没走多远 我就路过了一处正被袭击的村子 等我走进村子内部 我就看到这一切竟然都是凯造成的 这让我十分的愤怒 随着战斗打响 我发现凯的战斗力也变得更强了 但好在我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火和闪电之力了 在我的连番攻击下 凯很快就落在了下方 掉到了一个水池里 而我趁此机会 利用冰冻之力将它冻在了原地 并成功一举解决了它 而与此同时 一股力量席卷了我的全身 我的血量也再次提升了五颗星 经过一路寻找 我最终成功来到了黑的基地 走进城堡内部 我也一眼就看到了艾利克斯的身影 我小心翼翼靠了过去 利用火球引走了所有的守卫 成功靠近了关押艾利克斯的牢笼 此刻的艾利克斯看起来十分的虚弱 等到我打破肌炎牢笼后 就立即扔给了它一些食物 让它补充体力 然后带它回到了我的基地 花费了一些时间 我和伊福也为它搭建了一栋房子 但在深夜 伊福突然找到了我 他表示艾利克斯的行为十分异常 建议我不要让他留在这里 但我并没有同意 因为我知道艾利克斯肯定是不会伤害我的 因为我们是最忠实的伙伴 之后 我也向他询问了一些关于冰族水族的消息 但他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因为这两族都隐藏得很深 不惜被人打扰 不过他建议我可以去沼泽地寻找女巫 从他那里也许能够获得他们的消息 在第36天到第38天里 在穿过一处沼泽地时 我遇见了另一个原始玩家布罗德 一看到我 他就扬言将会抓住我并将我交给Hing 而见他是敌飞友 我立即就率先朝他发射了一个火球 而他也掏出了钻石剑准备开始跟我搏动 但在技能的强力攻击下 他根本就没有与我一战的能力 将他击退后 我也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最终在沼泽地中央发现了一栋奇怪的小屋 等我一靠近 一个女巫就走了出来 当一看到我 他就表示有谣言说我已经死掉了 这让我瞬间就一头雾水 同时我也向他解释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而当得知我失去了一些记忆后 女巫立即研发了一瓶药水 等喝下之后 我就再次看到了记忆中缺失的部分 我看到在我和埃利克斯对战Hing时 最终是我摧毁了命令方块 当我向女巫讲述这一切时 女巫告诉我 在我当时打破命令方块时 元素之力就从Hing的身上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所以我也才会再次出现 而我现在必须要熟练地掌握所有的元素之力 才能阻止Hing从而拯救主世界 而当得知我正在寻找兵族水族的藏身地时 她立即就朝我扔出了一张地图 让我去寻找兵之元素的掌控者 向她表示谢意后 我也离开了这里 在地图的指引下 我进入到了一处冰原 并成功发现了一座豪华的宫殿 等走进内部 我却发现这里似乎已经废弃了 因为我发现没有任何生物生活在这里 但从这里的箱子中 我却收获了一顶元素头盔 等穿戴好后 我立即就发现自己现在的冰冻之力施展得更为熟练了 在路过一处冰块时 我听到了一些声响 挖开之后 一个人影就跳了出来 她介绍自己是冰族的首领布拉 说着就让我赶紧跟她去做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 但没想到布拉却带我找到了阿里 我发现她正释放着火焰企图融化这里的冰雪 布拉希望我能阻止阿里 不然他们冰族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地方 为此我立即靠了过去 阿里一看到我 就立即释放火焰率先对我发起了攻击 我则尝试着利用冰之力企图将它冻住 但却发现这根本就不作效 为此我只能使用闪电之力和火焰之力 这才将阿里一举干掉 等到战斗结束后 布拉为了感谢我 也赠送了一个宝石给我 让我将它跟头盔结合起来 这样可以让我更好地掌控冰之元素的力量 在第51天到第53天里 我回到了基地 却发现基地被摧毁了 等靠近之后 我就看到伊福阵跟着另一个原始玩家交谈 经过询问 从伊福口中我才得知 埃利克斯变成了怪物 使他摧毁了阵 虽然我极不愿意相信 但另一个原始玩家克拉却表示 自己曾亲眼见过巨人埃利克斯 而且他现在正赶往一座城市 这也让我心急如焚 花费时间将基地重建好之后 我立即就带着克拉出门去寻找巨人埃利克斯 我和克拉来到了一座电闪为名的城市 在这里我们也成功发现了巨人埃利克斯的身影 他正疯狂地试图摧毁这座城市 我冲上前企图能够阻止他 但他一看到我 就立即朝我们冲了过来 他似乎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 之后我又尝试发射火焰阻拦他 但这却更加激怒了他 只见他立即就召唤出了闪电 但好在克拉及时将我推到了一边 而他则独自承受了埃利克斯的攻击 当场殒命了 不敢相信 原本善良美丽的埃利克斯 竟然会被HIM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为了让他能够停下来 我也利用冰冻之力将他冻在了原地 这也让他短暂恢复了理智 但还来不及劝说他 冰冻造成的效果很快就被他破解了 随即就只见他静止离开了这里 武力的失败 让我也意识到 我必须得想个新办法拯救埃利克斯 为此在第57天到第59天里 我再次找到了女巫 将埃利克斯的遭遇告诉了他 希望他能帮我研制一份解药 但他却告诉我自己并不行 因为他的药水并不科学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 就会导致更加糟糕的结果 同时他也害怕黑的报复 但现在的我别无他法 只能不断地祈求他 可能是见我实在太可怜 最终女巫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让我前往丛林深处的寺庙寻找一个勋章 将古老的魔法注入其中 也许能够对埃利克斯有帮助 此外他还告诉我 我还必须要找到埃利克斯被恨封禁的灵魂 离开这里后 我也并没有抓紧行动 而是趁机在一处洞穴 收集了很多的钻石 将部分装备进行了升级 在第60天到第62天里 我成功来到了丛林中的寺庙 但由于这里已经废弃很久了 连完整的楼梯都没有 所以我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到达了顶端 但刚一拿到勋章 突然一个原始玩家就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等我一转过头 他就立即朝我发射出了火球 但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跟他搏斗 因为埃利克斯的情况已经刻不容缓了 为此我没有恋战 而是决定先离开这里 但我还是一招不慎 不小心吃了个技能 不过好在我奇迹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够悬浮在空中了 安全着陆后 我就立即离开了这里 在第63天到第65天里 我来到了埃利克斯灵魂的藏身地 刚一到这 我就看到这里挤满了很多的掠夺者 为了不引起注意 我也决定偷偷潜伏才是上策 在忐忑不安的一番寻找下 我最终成功溜进了一个大房间 只见一个掠夺者正牢牢看守着一个大箱子 没有丝毫犹豫 利用目前所掌握的元素 我很快就解决了它 并从箱子中拿走了埃利克斯的灵魂 但当我刚一转头 却发现埃利克斯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紧接着我就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床上 等画面一转 埃利克斯突然就变成了一副怪物模样 这让我也瞬间意识到 自己落入到了Him的一个陷阱之中 等走出房子验证 果然我就发现自己已经不在主世界了 虽然不知道Him究竟是怎么制造这个幻境呢 但我也必须赶紧寻找出口 不然将会一直都留在这里 但出口没找到 我却被怪物埃利克斯逼到了一个角落 别无他法 我只能手持钻石剑干掉了他 但没想到竟然弄巧成桌 我意外成功打破了幻境 随着一道亮光闪过 我也回到了现实中 而那个原始玩家也再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见我竟然醒了过来 他立即就掏出了武器朝我攻击了过来 防不胜防的我瞬间就被打掉了五颗心的血量 而与此同时我也拿出了武器展开了反击 为了方便技能的施展 我将战斗引到了大厅 开始肆无忌惮地就施展起了自己的元素之力 在绝对的实力下 很快这个原始玩家就倒下了 捡起埃利克斯的灵魂后 我便清除了所有的掠夺者 然后离开了这里 在第72天到第74天里 我回到了基地 但没想到女巫竟然也来到了这里 她告诉我 在我走之后 Lim手下的不死军团就袭击了沼泽地 她的家园也被摧毁了 得知情况后我也留下了她 Lim将获得的勋章和埃利克斯的灵魂也都交给了她 等女巫离去后 我也向伊甫讲述了一些我在外游荡的故事 但她听后却直接要求我 必须马上去寻找风足 因为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等待了一会儿 我也从女巫手中拿到了治疗埃利克斯的药剂 在第75天到第77天里 我来到了风足的藏身地 只见战斗留下的火焰还没有熄灭 显然我还是来得太迟了 抱着侥幸的态度我进入了内部 索性还是成功发现了一个风足的成员齐鲁 他表示自己一直都在等着我的到来 而我也立即祈求他能够帮助我掌握风之元素的力量 但他却拒绝了 他说掌握元素的力量其实就在我自己的体内 如何利用这把神奇的钥匙 打开所有的大门就看我自己的造化了 说吧就让我仔细想想之前掌握其他元素时的经过 之后就让我打开身边的箱子 而从箱子内 我也获得了元素铠甲最终的一个零件 一双元素之靴 当穿戴好之后 我也瞬间获得了五颗新的血量加成 在第78天到第80天里 我正朝着基地赶去 却在路上再一次遇见了巨人艾利克斯 此刻的他正对着一个小村庄展现自己的手段 为了不让他酿成大祸 我立即就靠了过去 但一看到我 他就喊着杀死史蒂夫 然后就静止朝着我冲了过来 还好我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元素 已经拥有了跟他一战的实力了 为了更好的使用解药 我决定先跟他战斗 然后趁其不备将药水泼在他的身上 当一接触到解药 艾利克斯就显得十分的痛苦 但好在药效的作用很强 没过一会儿 艾利克斯就恢复了正常模样 随后我带着他就回到了基地 只见所有人也都出来迎接了艾利克斯的归来 在交谈时 艾利克斯也告诉我们 当他在被HIM控制时 他获得了HIM很多的想法和记忆 他表示HIM现在也即将获得所有元素之力了 拯救世界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为了获得更多人的帮助 在第86天到第90天里 我来到了火族的基地寻找泰拉的身影 但他却不知所踪了 反而是在一张桌子上找到了泰拉留下的纸条 上面说到他去寻找其他种族 联合对抗HIM去了 这让我深感不妙 因为他们大概已经凶多吉少了 回到基地后 我就将所有人召集到了一起 向他们讲述了我即将去找HIM决战的想法 当听说之后 女巫立即就将最新研制好的终极药水扔给了我 这不仅能增强我的力量 还能提升我与元素之力之间的联系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 突然地面开始震动了起来 随着一道刺眼的亮光闪过 主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这让我瞬间意识到HIM已经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在第95天到第99天里 我带着伊芙和爱丽克斯来到了HIM的所在地 此刻的布罗德还仍不死心 充当着HIM最后的替死鬼 见他已经被HIM彻底洗脑了 我也没有仁慈 利用一通技能狂轰滥炸就直接干掉了他 之后便带着两人一起清除了所有HIM军团的士兵 而与此同时 随着地面有节奏的震动 命令方块也做出了反应 为了阻止HIM 我连忙就冲进了命令方块中 一看到我的出现 HIM就直接朝我射出了大量的火球 而我也利用冰制元素将它成功击落了下来 之后 我们也彼此施展着各自的元素之力 企图能把对方拿下 但没想到HIM控制元素的力量也很高超 一时之间我们竟相持不下 也无选择 我喝下了女巫给我的药水 拥有了更强的力量 同时开始朝着HIM施展了大量的技能 趁机将HIM击退后 我直接就跳到了命令方块上 开始修改着HIM的数据 随着一道刺眼的亮光闪过 HIM直接被我删除了 而主世界也再次恢复了和平